台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台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今天一月錯誤基盤市政萬景 發表記者會 極端林榮川的帥領國客席主管 分擁過去一年來 在台南投資總統和三個所謂專行 政策和未來市政萬景 同時配合國家六大市政 主著憑結合產官協議 專力推動 三輪地位 林榮科學生 大台南火町中心 南科三級 三項航空北邊 等重大建設推動生後 市盤能繼續到國際合伴協力合作 共存台南經濟和三項發展的新榮景 經濟發展局 林榮川表示 今年的 方向我們持續 去年的行政 繼續往前路來 目前 我們比較重要的 那個 包括我們現在的便利送 便利送的部分 我們想要做得更精緻 我們想要 往貴國化的方向發展 幫助我們市長 中央的產品 還有很多人知道的 這是市長的部分 商圈的部分 我們希望 那個特色都要再找出來 就是說每一個商圈都有它的特色 這個商圈 我們要強化 讓人家更往前走 再來就是 產業發展的部分 因為我們 包括新創人口 我剛才不記得 青年就業 這個 其實這個我們很重視 所以我們有營地的 創新園區 還有藍營 5G大5 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 將這個青年就業 帶上來 還有SVIR 這個部分 我也會繼續 弄下去走 來就是工業區 跟產業園區 這個 工業區產業園區 目前的進度 就是出國 我們目標 看來年底的廠商 有辦法 開始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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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廠 這樣我們 我們的市場就會看起來 那旁邊的幾個 包括報便 包括那個 程序都在走 我們柳科在 柯白那邊 柳科 我們的三級 也在推動 這都是我們今年的重點 所以我有這個 工業的團體 在今天 所以你跟我說 我們的重點 其實我們實施在走 啊 今年的重點就是 剛才說的幾項 可以繼續 強化 讓大家 可以知道 感受 我們政策是一個 有活力 而且 有活力的團隊 讓大家可以 提供我們的團隊的力量 是 謝謝 謝謝 經濟發電郵 典蒙未來 將繼續在 現役的基礎上 不斷努力 同時 藉由軟體驗 提供地費加值 提升先進技術 跟 性色的產業量能 創新即可靈 透過這間建國 優質導致環境 便捷的交通 輸出的行為機靈 協助軟體 産業發電 和高雷創新 研發燈 促威 和臺灣交關鍵的 借助業 輸用者 匯集燃漂人材 及 産業發電的環境 透過公司 部門 協力合作 繼續協助企業 進行 授業專行 以帶動 優質傳統 産業 和新興科技 産業的導資 提供更多 創新的組繁 和組繁 創造一條 環境 科技 産業的人道 使用機遇的 借助 和創新 以提升台南經濟發電 競爭力 以上是 大阪門新聞 麻煩報導